4月16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你好 我是佳蓁 网上处处都是借贷诈骗陷阱 一名来自吉隆坡的美容师 向借贷公司借贷12万令吉 以开拓失业 起料却坠入老千骗局 钱还没拿到就被指借钱不还 甚至还被污蔑是老千家族 家人也因此无辜被牵连 这名28岁的美容师赖军严 为了发展事业 今年3月通过面子书 查询贷款方法的资料 联系了其中一家贷款公司 贷款公司在审核他的个人资料 同一天就同意批准一份 12万令吉的贷款申请 起料却是骗局的开始 他今天通过召开记者会 叙述被骗的过程 并指同意时期 还有另外一间贷款公司 自动联络他 也提出了同样的现意 而他也没有怀疑地跟着做 直到后来又再陆续接到三通 类似的电话才发现不妥 另一边乡 在新加坡工作的马劳 也不慎坠入假借贷 真诈骗的陷阱 神通广大的诈骗集团 竟然有办法获得 家人的人头照等资料 导致在新山的家人也被恐吓 甚至住家也被泼弃 世祖吴宇美是在本月8号晚上 接获来自新加坡的电话 对方说是新加坡的阿龙 并指弟弟欠了180新元 也就是大约540令吉 要弟弟出来解决问题 世祖随后致电弟弟确认 而弟弟告知是假借贷 真诈骗陷阱 叫他更换新号码 不过阿龙不死心 继续用另外一个电话 发留言及恐吓 而哥哥的住家也被阿龙泼弃 还留下了烧屋的恐吓字条 9岁应该还是懵懂不世仇的年纪 但是柔佛古来有一名9岁的女童 在屋内以沙龙布 绑在铁窗架上自杀 被发现时身体已经僵硬 而且脸部还有蚂蚁爬着 相信已经是毙命了一阵子 寻死的原因沉迷 这宗昨天发生在古来优美城 天门宫组务区的小孩上吊案 震惊了当地社区 住在女童家对面的印翼邻居 柯奇今天受访时指出 昨天中午12点左右 女童还从渡家铁门伸走出来 呼唤她的丈夫是否要吃糖 没想到之后会上吊自杀 她说女童的表姐昨天下课回家 因为没有钥匙在屋外苦等母亲 直到下午1点40分左右才入屋 而大人当时也是交了钥匙就离开 过后在下午2点40分左右 女童的表姐焦急地拍打家门 告知表妹出事了 她前往查看才发现女童上吊 把镜头转到森美兰州芙蓉 素食业者郑宝蓉曾经因为遇到抢劫 而两度遗失大马卡 怀疑招人盗用身份申请国能电表偷电 被国能发律师信追讨13254令吉76仙 她今天向亚沙区国会议员谢齐青 以及罗白区州议员周世洋求助 郑宝蓉说 信中只在雪州斯里肯邦安一间商店 以她名字注册的电表遭到改装偷电 并指示她上庭 不过她并不曾在斯里肯邦安拥有任何商店 她前往国能理论时被告知只能要求分期付款 而周世洋也透露 她在接到氏族的投诉后 曾经协助联络国能反映问题所在 不过却被对方以国能过去 因为电表改装偷电事件 面对巨额损失及拖欠电费 要求她不要插手 国内中小学才开学一个半月 取隆地区各原留学校确诊案例就源源不绝 至今已经有至少59所学校中招 确诊人数超过百人 情况严峻 其中数间学府已经暂时停课 一些没有获得通知关闭的学校加协 也主动致函教育部要求暂时关校 以确保师生安全 雪龙传出病例的学校 从幼儿园、托儿所到华小、国小、宗教小学 淡小、国中和独中 甚至是私立学校 学府内的染疫者除了学生 也包括校长、副校长、教师和书记等 截至本月15号 雪州万达症陪财二校 已经累积了10宗撤诊病例 是雪州最高病例 接下来是双西龙国中共有9宗 双西龙华小5宗 西米山华小5宗和民众华小4宗 曾经被形容为疫情黑区的八升 也有多间学校遭殃 面对疫情来势汹汹 已经有好几所的学校宣布暂时关闭 该以网课取代 包括八升冰华华小一校 万达症陪财二校 3KL私立学校 八升双西乌当宗教小学 和私立白沙罗镇国中一校 学校不断传出病例 父母都如惊弓之鸟 其中 交赖十一里华小 今天校午正式有二年级的学生确诊后 受到疯的家长都纷纷涌到学校接孩子放学 家长们的忧心可见一斑 而全国的病例也确实没有让人放心 截至今52点 我国今天新增的确诊数据又创近两个月的新高 暴增了2551宗确诊病例 总累计确诊突破了37万大关 其中 沙拉月更是大爆发 新增了960宗确诊病例 另外 今天也有人病逝 累计死亡病例达到了1365宗 怀疑是大型婚宴惹的祸 柔佛古来宫组成成家祖屋爆发疫情 截至昨天有48人确诊 另外有55户居民被令居家隔离观察 来看本报的独家报道 该组屋爆发疫情后 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到组屋区周围 张挂拟在红区的横幅 提醒居民提高防病毒意识 另外也在多余的进出口直放铁闸关闭 只保留一个进出口 根据了解 该组屋区有12座组屋 几乎每一座组屋都有居民被传染或隔离 该组屋的居民阿曼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 上个月28号 一名组屋区管理层人员的孩子办喜事 当天将近千名宾客前往复宴 随后组屋区就陆续传出有人确诊 病毒跨越四个县 即古来县 戈达丁一县 麻坡县和居栏县 东海岸铁路3.0计划正式恢复国阵时期的北部路线 虽然才刚刚宣布重新复工 但是文东工地工程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 而人民也希望这个决定不要再悠转了 中国报记者今天到文东 即位于吉隆坡旧路16英里的营地了解 营地已经有保安看管 从路旁望去 厂房的附建工程正在进行 搅拌水泥厂的机械也在安装 而一些办公室也已经完成 员工宿舍也将会在原地兴建 至于文东湖基高原的办事处 今天有一辆吊烹车正在将一些铁吊起 办事处也有人工作 预料下个月会有新的工作人员陆续上班 文东的市民都希望 恢复了文东路线将带来各种便利 届时将会带动文东的各行各业发展 西蒙在2018年大选执政中央后 由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取消该东铁计划 路线改至森美兰州 没有文东站 而交通部长纳都斯里魏家祥 则在本月5号宣布 东铁将恢复北部路线 也就是由文德甲经过文东 而迈至双文丹到巴申港 来关注国际疫情 尽管美国政府已经大量为人民接种新冠疫苗 但是疫情似乎没有放缓的迹象 在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当中 有大约5800人依然感染新冠肺炎 其中7%需要住院治疗 还有74人病逝 这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首次公开突破性感染统计 也就是完全接种疫苗后发生的感染 目前美国大约有7700万人 完全接种新冠疫苗 占了美国成年人的30% 近1.26亿人已经接受至少一剂疫苗 美国辉瑞制药公司执行长埃伯特表示 已经接种两剂辉瑞新冠疫苗的人 在完成接种的一年内 很可能需要接种第三剂疫苗才算完整 不过一切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包括接种的顺序和多久接种一次 镜头切换到法国 法国在过去24小时 新增了300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全球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10万 全球排位在第八 是欧洲第三个染疫病适总数超过10万的国家 过去的30天 法国平均每天录得300多宗死亡病例 或是每个月9000宗死亡病例 第二次实施封锁期间的每月死亡病例 更是逼近16000宗 总理卡斯泰宣布 法国将开设专门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管道 为教师警察等职业55岁以上的人员接种疫苗 关注美国与俄罗斯的政治角力 为了报复俄罗斯被指涉嫌干预美国大选 进行广泛的骇客攻击 以及展开其他恶意活动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 驱逐10名外交官 并制裁被控试图介入2020年 美国总统大选的32名人士 白宫指出 如果俄罗斯继续升级破坏国际稳定的行动 美国将从战略和经济上 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回应说 俄罗斯将回应美国实施的新制裁 并且绝不容美国实施霸权 雅典卫城可说是古希腊最伟大的不朽之作 壮观的城墙和雕客 一直都吸引着大批游客参观 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 访客量大大减少 让过往热闹的雅典卫城恢复了宁静 凸显与过往不一样的景色 新闻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跟着镜头 一起去看看这别具一般的雅典卫城 我是佳蓁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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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